我們贏吧 我們就是到今天晚上了 因為住約到齊了 店員表示營業直到晚上 中部老字號知名餅店 玉珍欣以奶油酥餅打響名號 在台北觀光一級站區101美食街 設有這間伴手禮專賣店 27號突然在臉書本專 拋出撤櫃消息 讓不少掏客好錯愕 滿驚訝的 因為他還滿有名的 以為他聲音會很好 可能他們想縮減櫃點吧 還沒去買打算買這個無意熱山丘 像現在不能來了吧 所以說可能肯定會少的 中國遊客來台買餅 買鳳梨酥當作伴手禮首選 仔細觀察櫃上 有觀光客知道櫃位最後一天營業 也趕緊上門購買 根據觀光署公布 外國觀光客來台統計疫情前2019年 來台觀光客有1184萬人次 其中中國遊客占大宗高達271萬人次 不過到去年為止 總體人數銳減到648萬人 第一名也大洗牌 港澳客119萬佔18% 日本排第二 92萬佔14% 中國遊客只有22萬人次 只佔3% 其中最愛買伴手禮的中國遊客 與日本遊客只恢復8% 以及43% 學者分析香港觀光客伴手禮的需求度相對低 恐怕也是伴手禮店越來越難撐的原因之一 總公司也回應 因為逐約到期才拋出撤軌消息 3日新聞高官薛曉明台北採訪報導